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悬疑故事 十分推荐给有小孩的年轻夫妇 结尾的两次反转都非常让人吃惊 故事发生在英国某座小城 凯特是一位身怀六甲的准妈妈 平日里 丈夫贾斯汀外出上班 她则和宠物猫咪相搬在家 凯特怀孕十八周的时候 楼下一间闲置已久的公寓迎来了新的主人 凯特在一次外出时 正好在公寓大门口与新邻居丽莎碰面 令凯特意外的是 丽莎也挺个大肚子 同为准妈妈的两人一见如故 丽莎更是当场邀请凯特一起游泳 相处中 凯特了解到丽莎丈夫平时忙于工作 只有她独自在家 也不用上班 凯特本能地感觉 丽莎虽然热情开朗 但却是一个像谜团一样的女人 似乎有着神秘的内心世界 不过 宅家的枯燥日子能有丽莎相伴 凯特还是有些开心 为了答谢丽莎 一天晚上 凯特和丈夫贾斯汀在家设宴 为丽莎夫妇接风洗尘 四人有说有笑 相谈甚欢 聊天中 凯特了解到乔恩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因为前妻无法生育便离了婚 之后才遇上丽莎 丽莎和凯特边聊天边喝酒 还时不时一脸忧伤地看向乔恩 凯特觉得丽莎不像表面上那样幸福 而乔恩看到怀有身孕的妻子喝酒 也不加以制止 这对夫妻总让人感觉古怪 明明很想要孩子 却这般放纵冷漠 毫不顾及肚子里的小生命 凯特看着丽莎还要再喝酒 好意提醒她应该回去休息了 但丽莎却突然情绪失控 指责凯特再赶她出门 她气冲冲地急往门口走去 不想被门口的猫咪吓到 竟然从楼梯滚落 肚子里的孩子就此流产 几天后 丽莎从医院回来 凯特夫妇上门探望 却遭乔恩夫妇指责 他们认为是凯特夫妇的请客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凯特原本还十分内疚 此刻听对方这么说 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明明是一片好心 怎么反倒成罪魁祸首了 她反传相机 斥责丽莎喝酒误事 并指责乔恩看到妻子喝酒 还坐视不拐 一时激起千层浪 乔恩夫妇原本就丧子心痛 此刻眼见凯特毫无同理性的 横加指责 变得更为愤怒 丽莎甚至坚称 自己当晚压根没喝酒 两家人大吵一架 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 凯特因心情不好 在丈夫的陪同下外出散心 晚上回家后 在门口发现一封 来自丽莎的信 丽莎在信中 为两家人发生这种事 而感到遗憾 为了让凯特能更好地迎接新生命 她和丈夫已经返回老家 两家矛盾得以暂时缓和 凯特夫妇也在平静的日子里 迎来他们的儿子 但幸福没多久 两人就因为半夜照看孩子 而搞得疲惫不堪 恰好此时 乔恩和丽莎从老家归来 并热情地登门拜访 还送来了婴儿用品 凯特虽然心里还有些不自然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丽莎毕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这会儿又登门祝福 自己也只得借颇下驴 两家人就此和好如初 此后 丽莎经常上来窜门 不仅陪凯特聊天姐闷 有时还带着凯特和宝宝 一起外出散心游玩 凯特看着丽莎 也完全像没事人一样 对自己关怀备至 便逐渐从心里接纳了丽莎 有时不得不外出办事时 还将孩子托付给丽莎照看 而丽莎也不负所托 像照看自己孩子一样 全心全意 不过没过多久 凯特便发觉家里 怪事平平 先是孩子 经常无缘无故地哭闹不止 夫妇俩带着孩子上医院检查 却得到医生警告 凯特可能吃了 对孩子有害的食物或药物 从而影响了奶水的质量 凯特有些不解 自己平时都在家里吃饭 也没吃什么不健康食物 更没吃药物 怎么会影响到孩子 但这事还没完 凯特夫妇晚上从医院回到家 发现家里煤气竟然开着 丈夫贾斯丁怀疑是 凯特出门时 万关阀门 没有追究 但凯特却越发 越感到不响 一天晚上 凯特和贾斯丁 应邀来到丽莎家里做客 丽莎应丈夫乔恩 还在回家路上 先独自接待了凯特夫妇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但没过多久 凯特便从婴儿监视器里 听到孩子房间 有粗重的喘息声和脚步声 凯特二话不说 冲进自家房间 虽然看到孩子 好端端睡在摇篮里 家里也没有外人 但浴室的水龙头 却在哗哗放水 浴缸里的水已经流到地板 并渗透到了楼下的客厅 凯特努力向贾斯丁解释 家里可能有外人闯入 但贾斯丁却不以为然 他和丽莎在室外聊天 并不知道凯特听到了什么 等看到凯特惊慌失措地往家跑 这才一路跟上来查看 对于家里发生的一切 贾斯丁虽然嘴上不说 却打心眼里 认定一切都是凯特干的 因为凯特家族中 有精神病遗传史 他怀疑妻子 可能因为最近照顾孩子太累 精神出了问题 凯特为了查明真相 自然而然将怀疑目标 对转了乔恩夫妇 一次他假接外出 将孩子交给丽莎照看 然后躲在暗中观察 发现丽莎不仅给孩子 拍摄各种照片 还亲自用母乳喂养孩子 可丽莎明明没有母乳 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丽莎才是精神病患者 几天后 凯特趁丽莎外出不在家时 偷偷潜入丽莎房间 他从丽莎放在桌子上的相机里发现 丽莎已经拍了很多 他和孩子的相片 照片里的丽莎显得非常慈爱 仿佛她才是孩子的亲妈 更过分的是 凯特还在一间婴儿房内 发现了乔恩和丽莎 抱着儿子的合影照片 照片里夫妻恩爱 俨然一副全家福的样子 凯特突然意识到 乔恩和丽莎 可能是想抢走自己的孩子 凯特回到家中 立刻打电话 将还在上班的丈夫叫了回来 然后带着丈夫一起闯进丽莎家 此时丽莎夫妇俩都已回家 凯特抢过丽莎的相机 让丈夫贾斯丁查看 却发现里面什么照片都没有 凯特又把丈夫带进婴儿房 发现那张全家福也变成了 乔恩夫妇犯江游湖的照片 凯特怀疑是丽莎做了手脚 但现在没有证据 又白口莫辩 贾斯丁本来就觉得 妻子在犯精神病 此刻看到妻子对丽莎夫妇 这般无礼 显得有些气氛 何无可奈何 在向丽莎夫妇道歉之后 贾斯丁专门请假在家 一边工作 一边看护凯特 而凯特对丈夫不信任自己 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 他独自带着孩子来到湖边灿心 贾斯丁担心妻儿安危 一路追来 夫妇俩最终和解 并决定另租一所房子 远离乔恩和丽莎 因为搬家心切 房子很快就找好了 但手续还有两天才能办好 夫妇俩暂时还不能搬家 凯特提议去宾馆住两天 贾斯丁却觉得没必要浪费钱 想着再拖两天也没什么大碍 但偏偏第二天就出了事 贾斯丁突然接到公司电话 上司让他赶紧回公司 和客户洽谈合作 但到公司后 贾斯丁没等到客户 却收到妻子一封 向一言似的道歉邮件 贾斯丁顿觉不妙 赶忙快马加鞭地赶回家 发现凯特竟然淹死在浴缸 孩子也不知所踪 贾斯丁发了疯地寻找孩子 最后在妻子前两天散步的湖边 他发现了孩子的手推车 贾斯丁因此怀疑 妻子一定是将孩子先投胡溺死 然后回到家中自杀身亡 一天之内 妻离子散 贾斯丁再也不想留居伤心地 打算服从公司调窃 去外地上班 零星前 因为没有找到自家的猫 他还提醒丽莎帮忙照看 贾斯丁搬立伤心地之后 丽莎也得意洋洋地返回老家 丈夫和孩子早已在那里 等候他的归来 原来这一切 真的是丽莎和乔恩搞的鬼 其实 丽莎肚子里的孩子 早已胎死腹中 对孩子非常痴迷的乔恩 为了再得到一个孩子 便盯上了丽莎夫妇 这才借机搬到楼下居住 丽莎在凯特家不断喝酒 并且神代忧伤 也正是因为她知道 待会儿她就得按照 丈夫策划的那样 故意跌下楼 制造流产事件了 在此之前 丽莎和乔恩早已调查清楚 凯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 于是 他俩后来故意和凯特夫妇和好 然后在暗地里 利用各种小手段 一步步将凯特逼疯 因为凯特夫妇订的瓶装牛奶 每天都放在大门口 丽莎便借机 在牛奶里投下了慢性米药 孩子喝了这样的母乳 自然情绪不稳定 时不时哭闹 此外 凯特家打开的煤气 浴室里的水 都是乔恩和丽莎暗中所为 自然 凯特偷偷闯进他们家调查 也早在乔恩的算计之内 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推进 乔恩和丽莎成功让贾斯丁 误以为妻子患有精神病 最后 乔恩又假扮客户 给贾斯丁公司打电话 指定要和贾斯丁洽谈合作 成功调狐离山 然后又在牛奶中下了猛药 迷死凯特 并将其投在浴缸淹死 再将药瓶放在桌上 以营造凯特自杀的假象 至于孩子 是丽莎假扮凯特 将凯特家的宠物猫投入湖中 制造了孩子溺水的现场 邮件则是乔恩发的 一切都是为了让贾斯丁 误以为凯特死于自杀 只可惜 不信任妻子的贾斯丁 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邻家密室可以看作是 英国现代版的狸猫幻太子 很多人初看影片 只觉故事简单 但仔细琢磨一下 为小细节 就会不憨而立 原来阴谋早已逼近 并编织了一场严密的大网 让凯特夫妇无法逃顿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而邻家密室 则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每天和我约见 就点个关注吧 明天见了